聊数码新闻动弹谈行业内爆炸道火剑格 换到这一期的剑格说 之前老有人问我说是什么一个长程850R电源 跟AMD一个显卡倾用性的问题 老让我去聊这个问题 说实话我自己不用长程电源也基本不碰A卡 所以那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太多发言权 而且我觉得那个问题有很多网上很多的牛鬼蛇神 堪称VMOD 2.0在那边瞎带节奏 所以我也不想去查问那个事情 就是以我的角度啊对吧 就聊到这个事情了嘛 其他就是说聊聊我自己对电源的一些神奇的经历 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且当一乐 首先啊那件事情我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还是想说我自己的一个非常主观非常个人的看法 对吧你很多说到个人看法你可以当我全是胡说八道啊 脑子进水了胡说八道瞎说的对吧 反正可以这样子讲仅个人意见 就是说尽量还是少去碰AMD的显卡 特别是你自己不是特别懂电脑的情况下 不要老听网上那些好多人胡乖八道说什么啊 什么什么什么便宜多少钱的什么A卡啊 调打比它贵多少钱的N卡这种调论 就就就就不要听这种东西就很简单的道理 就AMD一旦黑起来啊 就它的那个定价可是比英特尔可能英伟达要黑多了 对吧它但凡产品有一些优势 它的那个定价贵的是报复性的那种定价贵 但是一旦它的产品不行的时候 它那个价格又会跌的就是报复性的跌 所以说对吧 如果AMD的显卡就像他们那些人吹的那么神的话 那AMD完全没有必要说是卖这么便宜去搞 就是因为它产品不行 所以它只能便宜卖啊 所以说不要信那些东西 毕竟很多时候啊 你一张显卡它重要的是实际的游戏体验 游戏帧数游戏表现 而不是就是哎呀我这个显卡买回去就跑三点八个跑分的 嗯就就就这个道理 不仅如此啊 就是AMD的显卡它就会经常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当时雷7就Ryzen7的时候 当时出了一个那个公版卡 它那个Hotspot的热点温度非常的高 其实我当时看到也有看到国外有些人在讨论 这个温度实在是100多度高的有点不太正常了 但是国内的话 因为那个卡发行的少 所以国内的讨论就比较少 反正当时我就印象很深 我就放在一个银系的机箱里面去做个烤机 出去吃个饭回来 当然可能确实那个机箱的散热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第一次见到就是直接热关机的 后来我浮现一下确实直接能热关机的 当时我觉得还是比较惊讶的 那确实很多A卡它那个功耗啊发热啊固定啊 这哎就是说不出来什么感受 就是很奇怪 就经常会把那个卡用的那风扇狂转 然后热的把那个序列号的贴纸都给烤烂了 所以说后来这种事情经历多了 我就特别是高端的显卡 我就不太建议去碰AMB的东西了 因为你并不知道它这个卡会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说就是一张便宜的卡的话 那还好 可能入门级的卡可能用的用户多 而且发热量不大 不太可能出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就算出问题有这么多人陪你扛着的 但是很多那些高端卡本身买的人就少 你遇到这奇奇怪怪问题 大几天买的东西买回去 天天拆电脑研究你说烦不烦啊 所以就是我很个人的看法 当然你觉得对吧 我就是不能让黄狗多挣一分钱什么的 那这个我也当我没说对吧 你就纯当我说的都是放屁吧 第二点呢 我们还是说回这个电源问题啊 就是电源我们更看中什么东西 就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我觉得电源我看看中一个整体的一个故障率 因为以我个人的看法 个人的统计数据来看 我觉得电源算是就是以我的这种装机搭配里面 电源算是出故障率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远高于什么显卡主板之类的 就印象中大家应该觉得什么显卡呀 主板这些东西坏的多什么 但实际上就从我的数据来看 其实并不多 一个月都毕竟能遇到一例 但是电源坏的话 哇这个概率明显是要比主板显卡要高很多的 而且电源他有个非常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 就对消灭者是有利的 对吧 就是他动不动保个五年十年的 就是你像我们卖的电脑时间长了 就是经常能碰到什么18年19年 甚至更早的 对吧 就是五六年前的电源还跑过来找你售后 哇 然后呢 就是当时就要翻半天找纪录 当时卖了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 对吧 那他既然保了十年 那你就得给他去做 但是我个人觉得电源的很多的故障率 真的能经得起保十年吗 所以甚至很多厂家 他能不能撑十年 我说实话都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甚至说可能那个厂家还在 但是当时你进货的那个经销商你不在了 哇 然后那个售后就巨蛋层 就哎呀 就是绕一续 我就不想说 大家如果走过海盗船这种售后的人 应该懂得都懂多痛苦 对吧 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印象很深的几年前 一个好几年前 当时海盗船的 那是RM650X这个电源型号 据说是他的一个什么温控传感器有问题 就是反正故障率特别高 基本上用个一两年 就是大概率就会坏 然后后来是海盗船在他的新一个版本中 专门去修复了这个问题 但他之前卖出去的卖了好多 因为大概四五年前啊 那个时候高端电源很少 大家还是很热门都喜欢用海盗船RM系列 哇 那那个系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把我整个搞心寒了 然后后面就把海盗船的系列 基本上全部都停掉了再也不通了 加上后面的就是高端电源的选择越来越多了 毕竟非要盯着海盗船了 所以就是这样一回事 然后呢还有一个印象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是18019年的库仑的NW金牌 当时也是那个电源也算是卖的挺多的 当时库仑也算 虽然库仑电源都是代工的 但是库仑也算是一个积电大厂嘛 但根本没想到那个型号坏的是 就是毁天灭地一般 就是有相当多的用户是他先坏了一个 给他换了个新的 然后那个新的又坏了 就是库仑的说法是 他们找的那个代工厂的问题 他们换了一个代工厂 然后呢 把那个从当时绿色的包装换成了紫色包装 紫包装就是新的东西 但是那个事情出来以后嘛 就是导致我对库仑电源整个的信心已经非常差劲了 因为你想那个事大概是18年19年出的 到现在2023年了 这个事情依然像个魔鬼似的困扰了我 非常的头大 非常的难受 然后呢海盗船的SF系列 说是 而且当时海盗船SF很贵 758就要卖到17多块钱 你都没想到就这么贵的店员 他也坏了非常多的 那个坏的情况是长征代工的 就非常搞笑 而且这个事情就其实你能在公开能找一些东西 就是大概在2020年五六月份的时候 海盗船在国外 对吧进行了召回什么什么的啊 说这个P4是有问题的 怎么怎么怎么的消费者要干嘛干嘛干嘛 但是国内也没听到什么说法 就是我就很费解 就是海盗船的东西那个型号都是长征代工的 难道怎么说 国外的就有问题 国内就没有问题 你就搞不清楚 我就搞不清楚 反正这个事情看了以后也挺无语的 甚至说SF-X的话算是一个出问题的一个高发区 就是早几年酷冷一开始做SF-X的情况的时候 出了那个什么VGOD系列 750万850瓦 大瓦数了 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因为很少有850瓦SF-X的 啊消费者对吧 还一一货难求 还要高价买 买完了 就有明显的这种异想 就是他那个风扇调度有问题 买回去了跟拖拉机起飞一样的 就是当时也是搞得 令人非常的头疼 啊 就是啊 但我们当时其实也有一个啊 很幸运我们的这个型号从来没出过问题 但是别的消费者用的 他就会遇到过 特别是850瓦的 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就非常的无语 就有的人他不在乎噪音还好 如果在乎噪音的话 那简直就是噩梦一样的体验 所以后面他们才去盖了这些东西 哎 但是反正就非常难受 然后你甚至包括全汉 那一款这个电源 叫MS450 也是应该几年前吧 两三年前吧 当时SFX的整机还挺火的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小显卡 主板发热也不大 X主板也不贵 所以那个时候ITX小主机挺火的 但是SFX电源嘛 普遍亏味 全汉这个电源应该算是大厂里面 SFX卖的最便宜的了 甚至他他有的那个同排电源 SFX的卖的更加 ATX电源差不多价格 甚至那时候还出了就是 专门的不带线的版本 裸就裸的一个本体 你可以自己配线 这样又省了点钱嘛 哇结果就是我 反正我用下来啊 就是明显的故障率偏高 就是明显的那个卖了以后就坏的特别多 后来就有点怕 你就把这个型号停了 后来又加上SFX 那个ITX的小主机 后来没有以前那么火了 后来慢慢的SFX用的也少了 就这个型号就停掉了 但是还时不时的 这个还来还来售后一下 这个有点头大的 另外的话就是一些新的技术 谁说出了一些新的规格 啊什么英特尔NV整点事 然后出的那些新电源 其实出来的时候也问题很多 我印象比较深 当时华硕的出了一个TUF的AXA30的1000W电源 然后价格特别便宜 因为是华硕一些大品牌的 它的价格可能比一些别的品牌的 非AXA30的1000W都要便宜了 因为那个时候407刚出来的时候 1000W还还挺缺货的 结果那个型号就是噪音非常的非常大 就很容易就就出现 机子可能没干什么事 就用拖拉机起飞了什么的 到了后面 华硕一直到这个问题了 我才把它改了 说是当时说是 以前的电源 有噪音问题都可以换 但是很多都是整机装出去的 谁还会去换呢 什么的 就觉得非常的无语 甚至有些夸张的 就是我甚至有听到说法 就像我们这个海运的啊 这个风锐这个电源 有人说啊 就它最一开始的那个型号 其实故障率也有点偏高 但这个东西我没有去核实 因为我们用的没什么问题 而且这个电源 风锐刚出来的时候就是极度缺货 炒的价格非常夸张 我一看那个价格太贵了 一个1000W电源要卖到2000多了 太夸张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基本都是用的像这种Focus的型号 然后把它啊 用用那个海运的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电源的那个P3E5.0的线 去把它转一下 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两根电源线一插能够600W 所以就没有去碰风锐 所以我当时也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但是马上走路这样子讲 说是第二批次才有问题 所以说就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新的技术一旦出来 就是厂家也没有完 其实一些大厂 也没有办法保证新传电源就100%没问题 还是要去通过市场的检测去看一看 市面上有没有什么故障反馈再去做修改 所以第一批的话很有可能去当小白鼠 我遇到过最无语的一个问题 就酷冷的战舰400 就一听这个型号就非常的低端 都是一个不带80Plus的电源 这种一般就是装装弹弓的核显机就用的 我居然都能见鬼了 就是他今年他不知道什么的 我也没仔细看 反正至少他的包装换了 然后他里面的方案也没有换不太清楚 只是我估计一般来说 你换了包装里面的方案大概率也会换 因为他那里面铁壳子的那些贴的纸也都换了 我们在办公机的时候以前用的都没有问题 然后他换了这个新的版本以后 装华硕A1010主板加上悉数的SN570固态 就经常的关机以后就起不来了 就非常的悬悬 然后呢你画一个什么别的品牌的固态插上去 就又没问题了 甚至有的时候2TB的固态插上去就开不来 1TB的就能开起来 就这个组合非常容易出问题 也不是每个都出问题 大概率出问题 后来我查查资料 我是看到在海运的一个电源行告上 他有这样说 可能是因为传统的像双管阵机 在单次方大机构的电源 他就M.2使用了3.3v的电流比较多 使用12v使用的这个角度 就可能就超出了阵机方案正常工作的区间 就这个样子 他可能是因为换了一个什么方案 就可能就出问题了 就是这个事情就非常匪夷所思 所以那个电源基本上只能去给一些装SATA固态的东西去用了 就觉得2023年了还能出这种事情就非常的可笑 但是它就是发生了 所以我都我都怀疑 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并不难试验出来 那酷了还能干这种事 我就觉得应该是 我就觉得他们这个研发的态度应该是非常的不认真的 所以说电源这东西 就我说的都还是一些这些大厂的 算是一线大厂的 都能出这么多妖蛾子 特别就出了一些新的方案的时候 他都需要去经过市场的检测 才敢说是对吧 保证一个比较好的质量 所以很多一出新品就急得高价买的人 我觉得你有点相当于是高价给厂家去做小白熟了 然后再说第三点 对吧 关于电源评测方面 就是说实话电源评测 我个人觉得算是电脑配件这么多里面 算是难度相当大的 不好做 你不仅要有非常丰富的知识 而且的话 你对电脑的每个配件都要有自己的理解 另外的话你还需要去买很多的仪器 非常难做 而且动不动的话隔一阵子隔个几年 厂家还会更新一些标准什么 你还要与时俱进 关键是他做出来的东西都非常枯燥 我相信95%的观众电源评测都不知所赢 都看不懂什么东西 那些参数就跟听电书一般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听得下去 只能觉得他讲这么多应该是很牛逼吧 所以说很多一些半调子啊 他就逮住了观众反正也听不懂 他就在那边瞎侧 就自己一些基本东西都搞不清楚 就在那边打造到自己好像很懂的样子 然后去搞一些大新闻 然后引得一些人的关注什么什么的 你就谁我就不提了 而且我个人觉得什么 就是说其实我们日常使用中 电源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消费者真正关心的地方 其实他都需要长时间使用 或者说是大批量的电源去用 才能发现问题 而这些问题在评测中 单个电源短时间内是根本办法没有体现的 就是我可能讲一句不太恰当的话 可能就是说你测的时候发现这个电源有问题 那它肯定是不太好的 但是你测出来这个电源没问题表现不错 并不代表的它实际使用中就真的有那么好 因为没办法个体跟批量 它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 而你不可能要求说一个评设的测电源 说买10个这样的情况去用一年 根本就不现实的 厂家我觉得都做不到 他只能去让消费者去做实验 去看好不好 完了再根据市场的恶励反馈去调整 所以说很多时候嘛 对吧我们一些新的电源看好不好 都是上市一阵子的 看看有没有一些消费者 对它的一些反馈什么的 因为很多时候厂家不可能主动说是把一些 他自己喜欢的问题去公开来 这不傻吗 只能看消费者反馈的多不多 但是这样去看反馈啊 他会有一个所谓叫性存者偏差问题 就比如说你去产科医院啊 去问这些病人对于生育的医院强不强 那他都去产科医院了 那肯定都是有种小孩了 那他们生育医院肯定强啊 所以说他这个看出来的东西 数可能得到的结论是真的 但他可能反应的面不是很全 因为你一般来说 愿意去上网去交流自己经验的 基本上是比较懂电脑 买的高端电源的啊 就这样的用户比较多 那他遇到问题了 他会去反馈 你要想很多那些低端电源 甚至或一些整机装的一些通路货电源 对吧 你比如像是能够酷冷的 那个什么战舰400 你觉得有几个用户 会去用这个电源然后反馈问题 怎么怎么 他就很难盖得全 就是说很多电源他 你看网上好像没有什么反馈 并不代表大家用的都是没问题 那可能只是这些销路者都不太懂 所以就埋没了 你看到一些电源老有人反馈 只是因为买那些电源的人 懂折腾比较多 让你误以为感觉这些电源好像天天有问题 但实际上他的比例并不这么大 让他的这个固张问题一定是存在的 好 第四点就是聊一聊 我觉得用了就是装机这么多年啊 就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电源 算是偏好的印象吧 一个是很早很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用的电源最多什么 叫行家的叫Jump 450B 那个电源我印象中几乎没有出过坏的 但是后来为什么就慢慢就不用那个电源了 很简单 那个电源一个是真的特别特别丑 它的那个风格一下就浓浓的电脑层风格 啊那个线就是五颜六色的 而且那个看起来那个线那个包扎带都非常处 就装在电脑里面很难看 而且它的那个 经常会有一些通电的那个笑叫声异响啊 非常的难受 那就是慢慢的 就是你如果消费者没有什么要求的话 它是一个不错的电源 但是你慢慢的 大家慢慢都看着普及的黑色的扁平线以后 你还在电脑里面装一个那个乱七八糟五颜六色的线 哇真的是惧丑 而且那种笑叫声真的有点难受 所以慢慢这个电源就不用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些用户 它装些热门电源的话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不错的 因为确实故障率就我就没有遇到坏的 确实它感觉是一个很惊讶的成绩 另外的话就是几年前 NWE的那个酷冷的NWE金牌坏了稀巴烂 但是NWE的铜牌用下来的话 哎故障率还是非常低 因为后来我就是用NWE铜牌去替代了Jump 450B 因为NWE铜牌 它后来出了一个相当于就是 就那种比较黑的 就那个线就没有那么乱七八糟了 就是慢慢做成那种黑色的扁平线了 哎我觉得装置还挺好的 但是用了一阵子以后 他不知道为什么 酷冷把这个行李废停了 就去整了什么别的什么东西 他换了方案以后的话 我就不高兴再去做试验了 太烦了 然后后来他的话 酷冷出了一个叫雷霆铜牌的 NWE也是黑色的扁平线 就是我一般装低端低用的 说实话确实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我觉得也挺好的 但是自从就是酷冷这个雷 这个战舰410天出了以后 我就走着对酷冷这个牌子 就是印象非常糟糕了 就是他本来一个好好的形容 他也不跟你打招呼 就突然换了里面的方案 然后换完方案以后 他虽然名字没有变 但可能里面都已经完全变掉了 那就会出现很多气息怪的问题 所以我就非常担心 那酷冷雷霆他哪一天 又给你不打招呼 给你把里面东西换了 然后又出现奇怪问题 我觉得就是实在受不了了 而且这个可替代型号太多了 我就慢慢这个型号 我觉得慢慢的我也会淡出了 因为确实对酷冷的电源的信心啊 已经很难再去拾过去了 虽然现在其实自己用的多的 就是海运的系列 那肯定有人就说屁话 我们都知道海运贵 你用海运不扯淡嘛 但是就真的说实话 就电源这个东西 你想动不动保个10年12年的 就是我遇到过很多品牌 他们都说自己保10年保什么的 但是真的可能才用到一两年 你就会遇到各种什么售后扯皮 售后找不到人 就各种奇葩的现象 所以就那就非常难受 但是海运到现在 我觉得就是售后方面 从来没有去推辞过 而且怎么说呢 就是海运啊 其实在DIY 其实在就电源厂里面 不算是一个大厂 就是我这所电源厂是指什么 你比如你比如像别的 你像什么台打呀 行家呀他们 就他们不一定仅仅生产电脑电源 但我还生产很多别的电源 比如说什么笔记本的电源 比如说一些别的设备上的一些电源 就是他们可能就PC上的电源 只是他们的夜风的一部分 但是海运就算是 完全专注于这个DIY的一些电源 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每当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推出的时候 就算是海运算是对这些新技术 比较关注的是 关注度比较大 因为他们所有的领域都投在DIY方面的嘛 所以DIY一旦用什么改动 那他们肯定是要花精力去研究的 所以就给我感觉算是比较放心吧 很多一些别的厂 他们可能自己的自身实力也比较强 产量也很大 但他们可能对DIY不就特别关注 只是他们业务的一部分 所以就难免会出一些这样的问题 其实真的你像海运这个FOCUS系列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系列 你能想到的很多的型号 什么追风者的那些那个金牌电源 然后华硕的雷音什么的 甚至是恩杰的之前呢 他的那个金牌的电源 其实都是拿海运的FOCUS方案代工的 甚至那时候华硕的电源 你直接拿海运的模组线插上去 都是可以用的 因为他都是FOCUS同方案的 当然他现在也开始慢慢普及了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这个APS 3.0只有这个风月这个型号 他现在其实FOCUS他也新出了3.0的型号 包括他的这个就最贵的PRIV也出的型号 但是就说实话我也说我个人一讲 其实我对这种型号不是特别感冒 我觉得还是太贵了 我个人觉得目前 我还是更喜欢拿这种普通的FOCUS型号 去接两个那个8PIN的显卡供电 然后把它海运自己有个那个线 100块钱把它转成12V HIPPOWER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 一个是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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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新出的这些 刚出的这些3.0标准的电源 说实话 还是需要一定的市场的去检测的 说实话 我胆子比较小 但是你FOCUS直接拿8PIN去转12V HIPPOWER 我市场已经检测的是非常稳的 所以说我个人就是不太愿意就是花 目前已经有个比较好的方案 那我干嘛要去拿更多的钱去做一个试验品 人一听了肯定要不开心 但是这就是我自己非常真实的想法吧 希望我个人对电源的一些非常主观的看法 不知道能不能对你的选择有些帮助呢 让我们别忘了点个小蓝牌 你可在意我们是全职YouTuber的内容 点击分量 我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法 可以关注微信通号 传个CL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偿招电部长篮过渡数码 或者淘宝双美长篮课 最后我们接下来见 拜拜